搅供抗日解救英军 战功彪炳被誉为东方龙梅尔 但是后半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被两甲软禁了33年 孙力忍从美国的维吉尼亚军校毕业之后 前往江西搅供 一个团接下一个师的房地 大破共军还参加收复会战 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 在仁安枪之翼 带领不到一千人的远征军 击败过万名的日军 解救了七千多名的英军 英皇乔治六四还颁发给他 大英帝国的司令勋章 可是战役结束之后 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杜玉敏 二战期间日本攻占缅甸 英军抵不过金粮部队 一路退守仁安枪油田 英国照不住 退退退到亚洲最大的油田区 日本人很想 哇 这亚洲最大的油田 我们攻到那边要把油拿下来 英国人想说 我这亚洲最大的油田 我非锁住不可 锁不住的话 我要把它爆炸烧掉 太热了 天空都是黑的 空气都是油 你可以想象 就125度华氏 就51度 七千多名英军 弹尽粮绝 又渴又饿 遭到日军团团包围 紧急向中国远征军 发出求救电报 孙力仁就自己赶过去 然后安排其他部队 另外一个团也过来 他就追那个刘放武的一三团 那过去之后就在那边要跟 那个准备 要跟日军作战 1942年4月16日 孙力仁率领新三十八师 不到千人的远征队 对决上万名的日军 利用卡车行进时 后方拖着大树 制造尘土飞扬 大军压境的假象 让日军新生畏惧 在出兵骑袭冲杀 依挂击重 快 狠 准 三天后克服油田区 迫使日军窜逃 孙力仁军团成功解救 七千多名英军 传教士及各国战地记者 这是国际公正的战史奇迹 仁安强大节 孙力仁的军事长才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蒋介石颁发四等云辉训章 英美领袖也受赠封功勋章 更被誉为东方楼梅尔 日军称他中国军神 日军是什么部队呢 是最老实的矿工组成的部队 不怕死的 你打赢不怕死的部队 那太难了 而且我们看了基督发现 哎呦 一个杀三四个 国军阵亡一个日军阵亡 竟然是五个 那个孙力仁引导部队的战力 高过国内的国军 大概二三十倍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 在北菲律边 有这个沙漠之湖 是龙梅尔 那在这个东南亚这个 这个丛林战区的话 他们就把这个孙力仁 尊为这个丛林之湖 孙力仁求学时期就已展现超群 1914年以榜首之姿 考进清华大学 留美预科 随后赴美就读普渡大学 土木工程系 但儿时的一巴掌 爆笑国家的念头 从未停销 那他们就跟着小朋友 在那边玩的时候呢 那个就有几个 好像是那种德国的小朋友 那他们好像在那边捡石头 还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就有来欺凌 他们这边一位小朋友这样子 那当然孙将军 当时就有点挺身而出 那这就被对方 就打一个巴掌 也引发了就是当时 他觉得其实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这个国家 就是要强大 要强盛才不会受别人欺负 25岁那一年 孙力仁投笔从容 报考维吉尼亚军校 是少数非黄埔派系的 留美军官 1937年 松户会战 孙力仁英勇杀敌战功卓越 在军界声明确起 却也差点壮烈殉夺 伸受重伤 被这个炮弹的碎片给击中 那当时他也是身先士卒 还把他就是用船 轮船就是送到香港去医治 孙力仁九死一生 身上13处可见骨的蛋疤 形成形影不离的战功勋章 1942年4月下旬 日军攻占缅甸蜡树 切断远征军返回中国的退路 孙力仁为了撤退路线 和直主长官杜玉明爆发口角 从此为自己的仕途之路 埋下祸根 刚好我认识 那个孙力仁的警卫排排长 他叫泥球 他就说我就看到 那孙力仁跟那个杜玉明在吵 那个领袖都答应了 我往那边走 那杜玉明呢就是要听领袖的 要回国 所以两个有吵过 孙力仁个性耿直 似乎不大懂深奥的职场伦理 1945年5月 二战结束前 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 邀请他前往欧洲考察 是中国唯一出席的高级将领 巴顿将军还罕见的送上战利品 德国十字勋章及手枪 孙力仁马不停蹄前往英国 女王授予他第二枚 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 随后又硬马歇尔将军的邀请 再不美讨问 一连串的欧美之行孙力仁在蒋介石心里 种下种种的大逆不道 二战后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持续蔓延 1946年6月 林彪帅共军占领吉林省四平街 当时孙力仁正在美国考察 由副军长贾佑惠带领新一军攻打一个多月 始终不见进展 四平街打不下来 所以老奖就赶快电报到海外去 要孙力仁赶回来 那个时候战况紧急 都没有什么部队了 就把我们用卡车 就载到德辉 用卡车就是那个时候都很紧张 用卡车 我们又是做什么 让我们参观战场 不是 是等说 林彪一看 还有这么多部队就怕了 所以就没有渡江 而弃力战术 就表示还有很多的部队 孙力仁不仅会练兵 还精通战术 他改编对林彪部队的战法 以前后两侧包围攻进 举代正命攻击 仅仅三天拿下四平街 坊间就讲了 这个不怕国民党百万军 只怕孙力仁心一军 骁勇善战的孙力仁 直到国共内战初期 圣仗连连 常胜将军的封号不禁而走 他和志书长官杜玉明的关系 却越发紧张 两人常为了作战布局产生歧见 截下不少心结 1947年3月 蒋介石解除孙力仁 新一军军长的职务 理由是未遵照上级作战指挥 同年7月将他名声暗将 孙力仁被调离东北 前往高雄凤山 主任陆军训练司令官 从此走向另一波的 与其他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